字幕視頻 嗨大家好我是真風 又到了我來介紹設備的時間囉 今天呢我們來跟各位介紹一下 我們擱置機的差異 那首先各位有沒有看到 我身邊兩台這台擱置機 這兩台擱置機呢差別在哪裡 一個是我們大四處一班擱置機 這台呢是我們光學苗邊擱置機喔 那大家一定想知道說 我們兩台到底差異在哪裡呢 其實呢很簡單 我們的大四處擱置機呢 主要是用我們廣告啊 台點希德的啊 或者是一般的單色交流的切割 那我們的光學呢 光學其實就是我們一般的自己的升級版 它一樣可以跟廣告的台點希德 你可以跟我們的單色交流喔 但是呢它多了一個功能 我們可以經過印刷 之後我們去做定位對位的切割 所以呢它多了一個光學苗邊的部分喔 那等一下呢我會兩台擱置機 各位來說明一下它可以定位的範圍有哪些喔 好那首先呢我們先來跟各位說明一下 擱置機呢其實有兩口碗方式喔 那各位可以看到 因為我自己台的一般擱置機呢 我們直接放在桌面上喔 但是呢 物備還有擱置機 我們其實都可以搭配你的腳架 然後放進去喔 有的人需要放在桌面上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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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呢擱置機的腳架是一定會逼配的 但是看客戶的需求 可以看它需求要裝喔 那等一下呢我們來說明一下的差異吧 那基本上我們大尺寸的擱置機呢 最常切割的呢就是我們一般的 藍色膠膜 藍色膠膜就是像我們一般用在 車衣阿 或者是棒球阿 球衣 籃球隊的球衣 甚至是進行背心 我會需要用這個蠻大尺寸的 因為在之前的我們藍色膠膜 再將我們的分子看一到我們衣服上喔 真的非常快速就可以完成一件衣服的喔 那再來我們光學描邊的差異到底是什麼 所以各位可以看到 像我這個 它不管是膠膜或者是貼紙 彩色貼紙 我們必須要循著它的邊做切割 我們就必須要使用光學描邊 因為它才有專用的軟體 專用的定位點來做切割喔 那基本上呢 這就是我們兩台歌詞系上的差異 那各位想要再詳細了解 趕快來跟我做聯繫喔